你許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啊 對於印度這個國家的感覺呢 除了咖哩之外 卻是吹蛇的人了 在印度這個地方呢 有很多的人 到處襲地而坐 就開始玩蛇 而且是玩眼鏡蛇 好恐怖喔 OMG 而且呢 今天小馬要帶大家一起前去一個村落 據說這個村莊裡面 整個村子裡面的人都在玩蛇 恐怖了吧 現在我跟這個蛇的距離 才50公分而已 我完全不敢看他 完全不敢看他 笛子眼鏡蛇 從路邊招攬生意的看板看來 我們應該已經進入蛇村的勢力範圍 村子裡住的一個叫做 Sappare的民族 意思就是玩蛇 好我們現在終於要到了蛇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導遊跟我們講說啊 看到這所學校之後呢 蛇村就是這個旁邊 整個包圍的這所學校 不過呢 在還沒有看到蛇之前 我倒是覺得這裡比較像蒼蠅村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蒼蠅多到嚇人 如果我在這邊不要動的話 隨時就會有蒼蠅背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嘴巴盡量不要張太開 我們先去找蛇在講 要不然等一下蒼蠅跑進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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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村子裡 有將近兩百戶的人家 靠玩蛇過生活 小馬我拜訪的這位 吹蛇達人 他的祖宗十八代 上次阿公 薄公 叔叔伯伯爸爸 夏至兒子 兒子 侄子 孫子 反正只要是男的 職業就是玩蛇 蛇對他們而言 就是幫忙賺錢的家人 哇 你看 這就是這個村裡面 其中一位他的房間 那房間呢 一樣啊 算是家徒四壁 也沒什麼好裝潢的 就是有一張床 那這個床呢 上面鋪了一個軟墊 不用懷疑 這一隆一隆的呢 就是蛇啦 據說呢 這裡的人啊 養蛇啊 比養自己的小孩 還要更照顧 平常的時候呢 蛇都要放在床上 這個床不一定是 直接給人睡的 但是當人要睡覺的時候呢 這一戶人家裡面 每一個人至少要在 睡覺的旁邊 放一龍蛇 或是兩龍蛇 目的沒有別的 因為有時候阿 印度的溫差很大 到了冬季的時候呢 晚上的時候氣溫會下降 他們怕蛇會冷 所以是用人的體溫 去感染給蛇 因為蛇是冷血的嘛 他們就要感染給蛇 讓蛇不要太冷 OK OK Put here Put here Yes 哇 我找到這位可厲害了 是這個村裡面呢 算是蛇孩子當中呢 的蛇王 嘿嘿 好 Please open 完生的阿人 一共養了六條蛇 有眼鏡蛇 鎖蛇 小蟒蛇 還有他們稱之為 長相怪異的這條蛇 他們這個村落裡面的人呢 都並不是那麼怕蛇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這個 印度有一個師婆神 他們認為呢 他們是師婆神的小孩 因為這個村子裡面呢 每一個人的名字呢 後面都有加上兩個字 叫什麼來的 Nuts 就是代表他們是師婆神的小孩 所以你看 他們真的跟蛇很親近 那都餵他們吃什麼 老鼠 什麼呢 什麼呢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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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蛇也是牛奶 雞蛋 肉 肉 水 OK 為什麼這個手 這個音樂會爬起來 好奇怪喔 一天很大 那時候都會爬起來 嗯 嗯 嗯 他說 他出來第一次 他不會跳 蛇不會跳舞 他的動作 哦 動作 蛇沒有耳朵 蛇沒有耳朵 對蛇沒有耳朵 所以他聽不到 他看得到前面那個動作 的眼睛也不太好嘛 搞了個飯店 那個笛是吹個人聽的就對了 對 吹個人聽的 但是蛇 他的身體 對他動來動去 蛇就開始動 因為相信自己是師婆神的小孩 所以所有的吹蛇人 都會在家裡供奉師婆神 這就如同台灣的 駕尊人 拜媽祖 警察拜關公的道理是一樣 每天上香是不可少的 不過為了表示尊敬 他們還會用手輕輕觸摸師婆神的畫像 然後點在自己的額頭上 加強彼此之間的感力 Black Cobra Black Cobra 黑色的眼鏡蛇 Black Cobra Black Cobra Black Cobra Oh Wow Is the Cobra have a name? It's called Kalli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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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olating forgetting 抵辅師婆神 即使 趕快 讓夥 differenti 順 True 代表說我也是 食婆神的小孩 這段我剛剛講過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也是蠻緊張的 我的老天爺啊 你看到沒有 剛剛這條兇猛的眼鏡蛇 就在我眼前五公分不到的地方 進行攻擊 更成的是 吹蛇人不顧我的死婆 繼續吹笛死 好啊 你把我給我記住 害我小媽差點走到刺激 天啊 嚇死 我的老天爺啊 你們剛剛有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剛剛的眼睛 就是我的眼睛前面 晃過去 我的老天爺啊 事後 吹蛇達人告訴我 其實毒蛇的牙 早在抓到的時候就拔掉了 所以Don't worry 如果真的不小心慘遭蛇紋 他們的祖傳秘方也會派上用場 這什麼東西啊 這是他們的秘密 這是他們的秘密耶 而且裡面好像有骨頭那種東西 骨頭 骨頭 這好像非洲的巫術喔 Yes 這很像非洲的巫術 巫術市場裡面也有賣那種 很奇怪顏色的粉 然後一些小骨頭啊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腳指甲 它都有耶 被咬的地方要插這個摸這個 他們這些東西是自己弄出來的 還是去市場買的 這東西是自己弄出來的 這東西是藏起來的 這東西是藏起來的 他們最少是森林裡面找來的 那這個顏色呢 這東西是藏起來的嗎 有人被蛇咬就是用這樣製好了嗎 我都不是要三個咬的 但是每一個人每天都會被蛇咬 森林裡面的時候 他們都用這些東西 常常被蛇咬 每年的三四月 當氣溫升高 就是完成人進森林 搜尋新夥伴的時候 抓到之後 先讓他們餓肚子 然後三不五時的摸摸舌頭 增進彼此之間的情感 據說不用三天 蛇就會乖乖的聽話 而且還可以登台作秀 所以蛇是他們的心肝寶貝 更是他們的掌上明珠 來 現在要幫他們的蛇寶貝洗澡了 有沒有 這蛇呢 真的是他們像小孩子一樣喔 跟你講 在印度啊 小孩子不一定有這樣洗澡啊 蛇反而有啊 還要有大人親自來 幫他倒水來洗澡 他說他們抓來蛇 兩個三個以外 然後拿去森林裡面 放掉 放掉 放生也是他們的傳統之一 那他們不吃蛇肉嗎 沒有 因為他們要炸咖明珠的 沒有 沒有 他就要捕著捕著 他說是白白的 大蟒蛇啊 洗到一半的時候啊 他突然間這樣噓 然後叫我不要去碰那個水 因為這個蛇呢 現在在喝水 其實我是知道啊 很多的觀光景點 大家會拿大蟒蛇來拍照 好像看似 他不危險 其實他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種蟒蛇呢 他可以吃 比他身體大幾倍以上的動物 像我朋友家 有個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他買了一條蟒蛇 大概也跟這個蛇差不多大 也是算幼兒時期 結果我朋友他們家裡面 養了一隻小狗 好像是貴賓狗還是什麼狗的 就放在同一間房間裡面 然後就出去玩 回來的時候狗不見了 到處找找不到 最後發現蛇的嘴巴還沒有狗毛 因為他整隻蛇把狗給吃了 所以你看有多恐怖 然後咧 我現在要把這個蛇呢 拿去給他們當地的小朋友 因為這個村子都說 他們是蛇的小孩 師婆蛇的小孩 不知道他的小朋友敢不敢 Hello kids 好厲害喔 太用力了吧 他們都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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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堅信蛇是上天派來保護他們的 所以玩蛇對他們來說是遺傳 更是天性 他們也相信蛇會帶給人們幸運 所以在外警隊離開之前 玩蛇達人堅持要給每個人送上祝福 工作人員很多呢 剛剛慢慢逃避 逃避現場 然後這位 我們的攝影師呢 因為本身也有戴眼鏡 我剛剛跟他講說 戴眼鏡的眼鏡蛇會非常生氣 他感覺到褲子已經濕了 還有一位 來來來 你知不知道這個附近啊 有一種職業就是 吹蛇玩蛇的這種職業 那你知不知道哪裡可以 找到這個 吹蛇玩蛇的人 他這裡也有 他身上也有蛇 他也知道在哪裡 他身上也有蛇 他身上 你身上哪裡有蛇 喔 在箱子裡啦 真的有蛇耶 眼鏡蛇耶 你不要 你不要危險耶 這眼鏡蛇耶 現在是什麼情景 小剛我都還沒有準備好 一隻活生生的眼鏡蛇 就朝我們衝過來 然而弟弟卻是一副 輕鬆自在的樣子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弟弟一家人 都是靠著街頭表演 玩蛇為生 像這樣鬥弄劇毒眼鏡蛇 只能算是最基本的玩蛇技巧 而且今天剛好要進入森林 尋找野生眼鏡蛇 咱們就跟著去一探究竟吧 哈囉爸爸 爸爸你們現在是要去抓蛇是不是 蛤 蛇 蛇 蛇 這個是你們的工具對不對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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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木箱啦 就這樣嗎?你們工具就這樣嗎? 這個樹根有什麼特別的嗎? 它有一個 不會講,它有一個淡淡的清香味道 其實還蠻香的啊,不會暈啊 那爸爸,你們等一下是打算去抓什麼蛇 它可以... 蛤?笛子和小樹枝? 這...這真的是小剛看過最莫名其妙的捕蛇工具了 不過大哥卻是一副認真的樣子 似乎不是在開玩笑耶 到底孟加拉人是如何追捕知名的眼鏡蛇呢? 正當小剛我還在思考的時候 眼前一條小小的山宮之中 好像傳出了動靜 大哥們更是突然停下了腳步 喔!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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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蛇! 看到蛇! 好大一條喔! 他看到我們了,他轉過頭來了 他轉過頭來了 要丟嗎?可以丟嗎?不可以 不用丟,拿到手上 不用丟,拿到手上 然後,那... 這個丟下去的話 對手影響很大 喔!這丟下去,啊!這要跑! 要跑!要跑! 所以現在要怎麼抓 欸! 他跳下去了! 他要給你穩住! 他要不怕他咬 他要不怕他咬 他現在距離已經近到 他如果蛇一咬就會咬到了 喔! 喔! 喔!喔! 這蛇超兇的 大哥,我說你也太殺了吧 這隻眼鏡蛇起碼有兩公尺長 攻擊線更是達到了一個 火力缺開的地步 一步就是 你竟然還直接跳進山宮 要跟他來個正面對決 欸!眼鏡蛇呢! 欸!怎麼可能這樣就抓得起來啊! 你不要鬧了啦! 爸爸,你說蛇,不是會頭暈嗎? 而且現在,你看 爸爸就是 爸爸現在在抓蛇啊! 然後後面這個叔叔 他就是一直在後面等於是有點 不知道是疑似還是 他這一定要兩個人一組 就一個在抓 然後一個在後面這樣子 一直在指揮就對了 我現在好緊張喔 爸爸靠他很近 而且他是從正面耶 一般抓蛇不是會從後面這樣壓還是什麼的 然後 爸爸就... 哇!喔! 爸爸就... 哇!喔! 爸爸,自己好緊張 我也好緊張喔 你怎麼會 沒想到經過幾分鐘的你來我往之後 眼鏡蛇的攻擊欲望 竟然一點都沒有減少 雖然我們手上都拿了 號稱可以讓眼鏡蛇頭暈的樹枝 但是現在看起來 好像一點用都沒有 此時爸爸為了不讓大家 一直處在被眼鏡蛇攻擊的恐懼之中 決定使出拿手絕活 從正面捕捉劇毒眼鏡蛇 很危險喔 我不知道要... 要...要... 怎麼... 我不知道要從正面... 正...正面的哪裡去抓他耶 你在壓頭不是嗎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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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來耶 爸爸是刷尾巴耶 現在爸爸已經把蛇整個都抓起來了 但是... 很奇怪他是抓尾巴耶 他不是抓頭 所以他其實頭還可以... 捲起來要...要攻擊的... 哦... 盒子拿來耶 現在盒子拿來耶 盒子 爸爸... 爸爸現在就是要把這個蛇啊 抓到這個盒裡面 然後他自己會... 自己會往那個黑的地方跑 哦... 蛇鑽進去了 爸爸 你剛才抓的時候很危險 為什麼你是從正面去抓 而不是從背面去抓他 欸可是爸爸 你剛才不是說 這個... 吹這個... 跟這個會讓他頭暈嗎 就不會攻擊你啊 可是我看他很兇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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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蛇已經... 頭暈了 所以他把他抓起來了 剛才... 所以爸爸意思是說 剛才那個樣子 蛇已經頭暈了 哇... 真想看看他頭沒暈的時候什麼樣子耶 剛才那條蛇 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 他... 攻擊力非常強耶 而且他到現在都還會用頭去撞這個... 撞這個... 撞這個蓋子耶 大家有看清楚嗎 這招也太神了吧 就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內 只見爸爸用手掌往蛇的頭上 拍了一下 趁著舌頭往下擺的瞬間 再順勢滑到尾巴 一把將眼鏡蛇捉起來 沒有任何的猶豫和失誤 更是讓我們大開眼界 喔...好...好...好...OK 我...很怕 嚇了我一跳 你...你嚇我... 你嚇我... 第一次打眼鏡蛇頭 打眼鏡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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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爸爸可以把他抓出來嗎 可以抓出來嗎 可以抓出來嗎 可以抓...喔...好好... 爸爸你很勇敢 你抓出來了 好...這個...這個... 這個蛇其實還蠻漂亮耶 而且他跟我... 印象中的眼鏡蛇 不太一樣 是他比較白 爸爸這個... 弄加拉的眼鏡蛇 都是這樣子 比較白的是不是 也有白色也有黑色的 也有白色也有黑色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偏白的眼鏡蛇 我...我可以抓抓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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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抓抓看 可以...可以喔 第一次抓眼鏡蛇耶 我剛才打他的頭 所以我現在要抓他一巴 喔...欸...欸...欸... 欸...欸... 你... NO... NO... 不可以嚇我 好...來抓看眼鏡蛇喔 哇...我抓眼鏡蛇了 我要看他都會抖一抖 不要讓他上來 其實小剛也不是沒抓過蛇 不過大部分都是沒有毒的 像這樣近距離接觸 劇毒眼鏡蛇 可是小剛我的第一次啊 雖然有專業的捕蛇人在現場 但是...動物畢竟是動物 難保不會有什麼意外 咱們還是趕緊跟著爸爸回家 看看他們如何訓練眼鏡蛇 大哥...那...欸... 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 你除了... 抓這個蛇以外 你還有其他的蛇嗎 啊...是... 啊... 還有三四條喔 果然... 這種抓蛇的人家裡面 還藏有其他蛇 唉唷... 來...來...來... 拿出來...來... 這個... 頭髮這裡面都有蛇 是不是 裡面都有蛇 裡面都已經有蛇了 好...那還是讓他碰好了 不要我來抓 這麼小一條... 這麼小一條... 這麼小一條蛇 OK寶寶你可以... 打開來讓我們看一下嗎 打開來讓我們看一下嗎 這裡有毒喔...要小心喔 要小心喔 欸... 喔這個是... 綠色的耶... 整條都是綠色的 都不怕耶... 都不怕耶... 都不怕讓他抓到 你不怕... 我很怕耶... 我看到... 呃...我...我可以抓喔 我可以抓嗎 我可以抓嗎 我會抓... 那邊... 好啊... 好...我抓...我抓... 好... 喔... 好恐怖喔 喔...好恐怖喔 喔...他其實... 很有活力耶... 他嘴巴都已經... 就你靠近他... 他就會... 打開... 就是要攻擊人就對了 這個其實蛇紋還蠻漂亮的喔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邊的... 身體的紋路是很漂亮 就是他的... 這個有一條一條一條的 而他其實蠻有力的 OK... 好... 我們先把他放回去 看看其他的蛇 來... 你把他收進去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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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耶... 欸... 爸爸為什麼沒有反應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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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咬到你也沒關係嗎 他咬到... 噢... 噢... 爸爸... 太誇張了喔... 嘿嘿... 你的手是假的吧... 是一隻喔... 不然一般人被蛇咬到... 應該早就嚇得... 嚇死了吧... 爸爸卻是... 一臉不在乎的樣子 不過這條小蛇... 還算是... 接下來這條... 超大黃金蛇... 才是鴨香寶呢... 他這隻還蠻大的... 而且我剛才拿起來... 還蠻重的... 哎呀... 好漂亮的顏色喔... 金黃色的... 對... 抓下來看看... 你看爸爸都不怕耶... 總之他都這樣抓耶... 這個... 這條好大喔... 這條好長喔... 但這個... 一看頭就知道沒有毒... 他會不會攻擊我... 欸會... 我不用問了... 這個我現在知道... 會... 這個...好... 我先抓... 抓... 好恐怖喔... 他頭一看就知道是... 沒有毒的... 是圓形的... 感覺還... 算蠻溫順的... 這樣子的蛇... 也算大隻了... 好... 這可以長到很大... 所以這樣子的大小應該... 算是還好... 還沒有到太多... 就是... 還可以再更大就對了... 聽爸爸說喔... 其實... 動弄這些無毒蛇... 都只能算是... 入門技巧... 最重要的... 就是要能用笛子... 來控制眼鏡蛇... 配合表演... 這才是最難的部分... 第二個小剛... 我就要來挑戰挑戰... 成為一名... 合格的... 孟加拉吹蛇人... 教我... 教我... 我那個... 按這個... 按這個... 嗯... 好... 吹... OK... 很簡單... 就是... 按這個孔... 按這個孔... 然後... 吹... 就這麼簡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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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頭暈了... 再試一次... 喔... 哇... 好暈喔... 欸... 這不是那麼好吹耶... 裡面這個... 我覺得這一個... 圓圓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阻力在喔... 這不是那麼好吹喔... 哇... 我頭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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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喔... 我覺得... 那個蛇很快... 就會咬我... 它不會... 理我... 好累喔... 這個... 這個怎麼那麼難吹啊... 你再...你再吹一隻我看... 沒想到... 平常在電視上... 看吹神人的表演... 好像很輕鬆... 很簡單... 可是小鋼我啊... 光要把笛子吹出聲音... 可就要了我半條年輕病啊... 一定是有什麼美感沒有注意到... 沒關係... 趁著爸爸去做眼鏡蛇的空檔... 我還是趕緊練習... 否則要是待會兒蛇老大... 聽了不開心... 抓狂起來... 那就恐怖啦... 好危險喔... 好危險喔...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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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它這個蛇啊... 其實不是... 因為蛇並沒有聽覺... 蛇其實聽不到聲音的... 它是跟著... 我發現它是跟著這個... 這種吹敵人的動作... 然後說我不做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看... 它就不會理我... 還好這隻是已經經過訓練的眼鏡蛇... 不然光憑我這種吹法... 應該早就被咬翻了吧... 而在向爸爸打聽眼鏡蛇終結者的下落時... 爸爸也告訴我們... 越往鄉下的地方去... 應該找到的機會會越高... 誒... 事不宜遲... 咱們還是趕緊出發吧... 大家更是一臉緊張的樣子... 似乎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不知道為什麼它... 大家突然一陣騷動... 然後他們這些... 你看這些男生... 都不知道在找什麼... 喔... 看... 這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好像... 好像貓... 過不去... 先去看看他們在抓什麼... 再說... 現在是什麼情形... 村裡的年輕人幾乎全數出動... 似乎在追捕什麼東西... 但是由於他移動的速度太快... 我們也只能隱約的看到他的背影... 話不多說... 還是跟緊大家的腳步... 一起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剛才我看到一下... 瞄到一下... 小小一隻... 長長的... 毛茸茸的... 三隻... 欸... 跑過去了... 跑過去了... 那邊... 那邊...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像貓喔... 你們在... 你們在幹嘛... 不理我... 不理我... 他就想說... 先抓吧... 有沒有看到... 抓... 抓... 好人抓... 你先去跑越遠... 好人抓... 快快... 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們這個... 村裡面有沒有看到... 幾個大哥... 全部都衝出來了... 然後不知道在抓什麼... 應該是很重要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怪生物... 如果是老鼠的話... 也未免太大隻了吧... 不過如果是貓的話... 走路的樣子又不像啊... 而且大家一副... 如靈大敵的模樣... 就連跟我們講一句話的時間都沒有... 經過小剛再三追問才知道... 原來他們在追捕的... 就是咱們所說的... 眼鏡蛇終結者... 而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生物呢... 看來只有等他們做到之後... 才能弄個明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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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個... 你們到底在抓什麼東西... 好像... 所有人都這樣... 在抓一個... 小小的東西... 而且你... 拿這個籠子是幹嘛的... 不是... 這是要裝進去的... 現在... 它在哪裡呢... 等一下... 欸... 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那邊... 堵住... 它現在把它抬起來... 但是... 它已經跑到裡面... 因為它小小一隻... 所以它讓它跑... 沒有... 它那邊堵住了... 然後把它抬高... 然後它可能就會滑... 滑...滑...滑... 有沒有...它現在在拍... 拍...拍...拍... 然後現在讓它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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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 等於要滑到... 等於要滑到這個籠子裡面去就對了... 欸...沒有啊... 沒有耶... 但是你確定在裡面嗎... 你確定在裡面嗎... 你確定在裡面嗎... 欸... 可能再爬上去啊... 它這裡已經拉到一層樓高了... 那沒有出來啊... 欸...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麼厲害... 現在... 它現在... 大哥剛才把它拉過去... 又拉過來... 然後一直搖...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 要幹嘛... 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裡面啊... 咚...咚... 我是蛤... 你有看到... 欸... 你已經... 已經整根是要垂直了耶... 你擺... 大哥... 你也太愛賣關子了吧... 就是不告訴我們... 這眼鏡蛇終結者... 究竟是什麼東東... 而且... 聽說這種生物... 最愛躲藏在陰暗狹小的空間耶... 所以他們才會在這裡... 擺上這根長長的水管... 等它自投羅網... 只是這種怪異的捕捉方式... 就連第一等小組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怎麼更加好奇... 裡面究竟是什麼奇怪的生物呢... 有聽到聲音... 有聽到聲音... 有一個GGG的聲音... 剛才... 他在搖子上聽到一個GGGGG的聲音... 但... 得...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GGG的聲音... 咦... 是卡住了吧... 是不是卡住... 欸... 出來了耶... 啊...跑出來了... 真的在裡面耶 他剛才大哥這樣 把這個敲啊敲啊敲啊 都已經敲到水子了以後 他才跑出來 什麼 這隻小不垃圾的動物 竟然是當地人口中的眼鏡蛇終結者 到底是他被終結還是他終結人家 小剛我實在有點不相信 再說為什麼要全村總動員 就只為了捉他 他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好不容易耶 終於抓到了 不要看這隻動物小小的 好會鑽喔 在草叢裡面 一直鑽一直鑽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這叫 猛哥啦 這個就是猛哥喔 猛哥是專門吃那個眼鏡蛇的 啊早期台灣蛇很多啊 就是農業時代蛇很多啊 所以台灣那段時間有引進猛哥 台灣本身是沒有產猛哥 想不到猛哥這麼可愛 這麼小一隻耶 哇沒有看過猛哥 這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猛哥 看起來小小的 欸輕一點輕一點輕一點 OK 他這個他這個 我可以摸 喔 抓頭 抓頭是不是 喔抓頭 抓頭 哇啊他力量好大 啊生氣了生氣了 他的爪子其實還蠻長的耶 啊 哇好痛 喔等一下OKOK 那我不要抓給大哥抓 然後我摸他這個毛 生氣了生氣了 OKOK 他這個毛啊其實粗粗的 但不像 不會像那個想像中 我以為他會是硬的 他是只是毛粗粗的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指甲 其實很尖喔 而且他其實很有力 看他小小一隻 他剛才在推手的時候 其實還蠻有力的 那為什麼你要去抓這個猛哥啊 這個猛哥 像我剛才講的啊 他這個猛哥他是專門吃蛇的 那他們現在這邊 他這個附近啊 其實就是 等於是野生環境 孟加拉這邊野生環境 其實還蠻原始的 所以他們很聰明 他們說 就是大哥剛才講說 把這個猛哥抓回來 養在家裡的旁邊 院子裡啊 或是家旁邊 就不會有蛇進來 因為蛇看到這個猛哥會怕 相信大家對於這張 在國小課本中 曾經出現過 猛哥和眼鏡蛇對峙的畫面 一定還有意象吧 由於孟加拉當地的眼鏡蛇數量太多 已經到了危害人和牲畜的地步 所以當地人才會想到在家裡養猛哥 以防止眼鏡蛇跑到家裡來